修道改变命运三十岁的寡妇 有一位昆道坛主原本修道很虔诚 度人 亲口 设佛堂等 对道场的佛事不遗余力 但在他最潜心修道时 先生却因为车祸撞断了腿 这个事件对他打击很大 他总以为自己这么努力在修道 办道 应该受先佛庇佑才是 为什么却蒙受这种不幸 心中愤愤不平 终日怨天尤人发道场的牢骚 后来干脆退道不修了 但也许是他修道以来造下的善业不可没 先佛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他 因而 在一次法会中 济公活佛老师灵坛 叫办事人员把他找来 办事人员都说 他不会来 他已经退道心了 济公活佛老师还是坚持 只要去找他 他一定会来 若不来嫁也要把他嫁来 办事人员去找他时 果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他正想找先佛算账呢 到了佛堂 他因心中有所不平 见到活佛老师也不贵 老师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你不要生气 今天我要跟你把话说清楚 活佛老师问 你阿公去世时 你阿妈几岁 他答 三十岁 他心想我先生撞断腿 与我阿公阿妈有什么关系 老师接着问 你爸爸去世时 你妈妈几岁 他答 三十岁 他心中隐隐然有些不安恐惧 老师又问 你今年几岁 他答 三十岁 回答时他不经毛骨悚然 老师又说 对了 今年轮到你首寡 佛佛老师巍巍道出其中因果 原来他和他妈妈 外祖母三人 在前世联手谋杀了一个男人 而这名男子的妻子 当年正好三十岁 守寡守得非常艰苦 终日以泪洗面 最后熬不下去自杀身亡 从此夫妻两怨气冲天阴魂不散 决心要复仇 要他们三人都尝到三十岁守寡的滋味 因此报应一代代发生 从他外祖母到他妈妈都是三十岁守寡 七苦一生 老师继续对他说 你知道老师和这两个冤妾说了多少好话 才劝得他们回心转意 给你一个行功了愿 将功抵过的机会 才保住你先生的性命 如尽只不过叠断腿 而且医得好 还有什么好埋怨 你现在听清楚了 回去再想清楚要不要修道 踏铺的一声立刻跪了下来 急忙说道 老师慈悲 要修 要修 从这个实例中可看出 修道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八字里的命运 还可以改变前世冤欠追讨的命运 所以要改变命运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求道修道 为什么求道 修道可以彻底改变命运 求道可以断轮回根本 超脱三界 自然不被命运羁绊 修道可避开恶元 使原本的恶因无法结果 求道种下成佛种子 修道造善业 如此耕耘福田 自然可以改变命运 修道可铲除业力种子 使之不得开花结果 形成障碍 修道受先佛慈悲暗中拨转 使冤欠不能随意追讨 这故事主角是台北道场的庄奖师 当时老师告诉他 冤卿债主本来是要他的命 经老师担保说情 让庄奖师在道场行功了愿 再把功德回向给冤卿债主 所以只要他一条腿 老师借由此事 只在让所有图而明白 只要真心修半道 先佛自会暗中拨转 明镜需要您的意思 Den终者放在一起 解决 我终针 郡设的 靳 我们ante了 完蛋 希望 变得 自律 图